哈喽大家早上好 我们回到杭州了 然后打算要去把我的车还掉 这一家真的可以啊 它都不用那个 不用那个叫啥 一地取车费 一地还车费都不需要 所以刚才跟那个联系了 跟他们的这个商家联系过了 商家跟我说 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超市 到地下室里给他们打电话 他们就来拿车 我觉得真的是方便 所以现在我们这样旅游起来 就很方便了 它主要是以前不租车 它的一地还车费太贵了 现在我们要是跑一跑远路的话 就还是租个车好 这个是什么 送外卖的 外卖也方便 真的是方便啊 车子开过来 就我们家旁边的这个超市 他说停在这里 然后就告诉他 我们停在哪个车位就行了 打电话告诉他 然后我们就走就好了 哎 现在真方便 他们车也不用看 人也不用来 然后说车要是扔在车上 门不用锁 他们就这样子来取车了 过会儿就 好了 我们出来了 然后今天打算到杭州 有个朋友 约我一起坐坐喝喝茶 然后吃个晚饭 到什么流浪文荫啊 还是西湖边 反正找个茶室吧 我们去坐坐 坐地铁过去 好 出来 然后单单的姐姐来接我们 哎呦 他还要我来开 真的是 你开不行吗 必须我来开 这么小的位置 姐姐不进来 哎 他不行你的 我不喜欢开车 我不喜欢开车 哇 不管是可以车 走吧 我路也不认识 嗯 啊 车 车子停了一下 然后打算坐地铁过去 五号线转七号线 又是到无山广场 然后从无山广场再逛 逛到西湖边上去 啊 今天给你们开西湖了啊 地铁来了 今天怎么人这么多啊 周末啊 出了地铁 我们就往流浪文荫方向走 一路走一路走 杭州真的现在人准多 今天周末了 对吧 南京可以比一比的 南京人也那么多 杭州人也那么多 哪里人都多 哪里人都多 穿过马路都是流浪文荫了 哇 这个人是多的了 公交车上有这么多人 流浪文荫 好久没看到了 过来了 穿过马路前面就是那个流浪文荫的这个牌子了 小时候春游是经常来的 长大以后真的很少很少会到这种景点来 流浪文荫我记得一进去就是两台柳树 是不是 就是小时候的记忆了 真的就是小时候的记忆了 真的是 这两排柳树 这两排柳树心中的吗 感觉是 不是小时候的那种了吗 都换过了 哦 真的是都换过了 进来了 流浪文荫 确实是漂亮的啊 杭州是真的是 一年四季都很漂亮 确实是都是绿色的 难怪我以前有北方的朋友冬天到杭州来 哇真的是开心坏了 到处都能看到绿色的 这个到秋天枫叶它会变红的 戴着个口罩真闷啊 哎对已经不坐地铁了可以摘掉了 我朋友已经在那个柳英 叫什么柳英館啊 里面等着我们了 真是好看 杭州其实 很多很多年前西湖边的景点 就已经开始不收费了 这次我们到山东去啊 到南京去啊 是正好碰到好像说是 知道什么 反正国家规定三月底之前 所有景点不收费 三月底以后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收不收费 反正流浪文荫啊什么 杭州是一直不收费的 哇这么远啊 你赶紧摇紫桶没了呀 这个是什么树啦 这是樱花桃花的桃花 樱花 完了树也不认识 那这个是桃花 这个是什么花啦 完了啥花也不认识 反正就知道漂亮 就知道好看 其实真的到这里来逛逛也蛮好的啊 为什么平常景点都不来 应该来过了桥应该就到了 哦不用过桥啊 就应该在这边吧 龙馆就是这里 就这里就这里 我们进来看一看 哟后面这么大块草地啊 看上去就很舒服的样子嘛 看上去就很舒服的样子嘛 哎这个地方确实可以 可以的 小空在哪里 哦 呦呦呦呦长高了嘛 哈哈哈哈哈哈 我去拿凳子 嗯 我去拿凳子 好嘞 我来我来我来我 三年不太起马了 三年不止了 三年不止了 你们去泰国就很多 再来 对 往里面坐 往里坐 我坐这里就好了 牛牛和我朋友的女儿两个人去散步去了 逛街去了 要到这里来喂鱼说是 那边就是西湖啊 跟大家说一说 那边就是西湖 过会儿这边有夕阳了 这个太阳就从这里下去 过会儿给你们拍夕阳 好了 真的都是好多年没见了 真的是好多年没见了 一个一个我们都苗条成这样了 是吧 我们再吃饭 西湖边上就在旁边 从那喝茶就直接走过来了 龙井问茶 中国的卷子就是包的 她吓她 她吓她 她说给她买了一套叫黄冈士卷 牛牛跑了 说是一套黄冈士卷 黄冈士卷的考题作为礼物送给她 我们初中都做午餐的 午餐 牛牛啊 那你的礼物呢 你怕不怕 黄冈士卷呢 包的很漂亮的一盒 你肯定喜欢的 你来看 你一看就知道是啥了 太喜欢了是吧 来我帮你拿 谢谢谢谢叔叔 谢谢 拿着吧 拿着 好嘞 我以后我再也不来了 再也不来了 进去吧进去吧 坐进去 坐进去 嗯 开始上菜吧 你点好了是吧 我点好了 好嘞 好了 我们开始干白的了 我们要 又要来了 回来 回来已经干了好几场白酒了 你是要练练的 你小男生是要练练的 我就喝茶 我们杭州菜来了 哎 我拍拍点 姜艳这个叫 姜艳 雅艳 雅艳是啥事了 豆腐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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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拉 沙拉 鸭舌 是吧 冷菜就先来了 那个是个沙拉 那个那个那个是个沙万亚 这个是什么 那个 那个腊木草 啥 腊木苗 腊木苗啊 对 腊木苗啊 这个都是啥 我每天都过 腊木是什么 腊木我也不知道 腊木苗 豆腐盖 叫那个叫冰草一样的 哦 像冰草一样的 哦 我知道了 其实这个这个这个 冰草我见过 冰草我见过 上次我也是不认识 然后拍在视频里面 很多网友说的 对啊 冰草上面一颗颗露珠一样的 是吧 跟这个长得是不一样 嗯 可以 哇 雪花牛肉是吧 这是牛肉啊 对 好拍好了 它是什么 怎么个烧法 桂花什么 它是怎么个烧法 桂花 我先来一个 不客气了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我们来一下 挺好吃的 嗯 嗯 嗯 味道还可以的啊 而且它过过油的 对 好吃好吃好吃 还有桂花香是吧 杭州菜真的是 嗯 加香的味道啊 你先想想你找一个 哇 来了个蟹 蟹下面主要是有肉饼子 这个是太爽了 这 蔬菜是我的性命 看到肉我可以不要性命 有点蔬菜了 对 蔬菜是我的命啊 看到肉我就不要命了 哈哈 哇 来了来了一个什么 那么大一盘 那个是盘啥呀 扇贝吧 这么大的扇贝啊 这个是个扇贝啊 这是个扇贝啊 这是个扇子 这哪是个扇贝 是扇贝 是扇贝 扇贝分分掉吧 那他要给我们展示一下的呀 肯定是要放一放 肯定是要给我们展示 分一下吧 能放 放得下是吧 这个扇贝的确实有点大 这这叫什么鱼啊 这叫什么鱼啊 笋 笋可鱼 这里笋可鱼卖的贵吗 泰国卖的很贵 老虎班 这里实际上是台湾过来的 台湾过来的 老虎班啊 这个是老虎班 假装很懂是吧 还要是台湾过来的 你 我这没有叶子 哎呦我笑死 我就记得你那一次 这个荷花啊 是不是荷花 是玉奶 那个那个农民过来 直露火了 就他就他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我怎么觉得看上去像 这啥 跟我们吊上来的不一样 是吧 好了 我们吃完饭了 喝倒了一个 抱歉 喝倒了是 哎 真的是 嘿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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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来个车 来个车 来车来车了 好好好 你们回去早点休息啊 早点休息 好